就是這些被綁架的國人被萬樂的共匪綁架的這個台灣同胞 一定要做我們 我們的家人一定要做我們家的車牌才可以回來 這個是聽起來 你覺得徐部長像不像在講這樣的道理 他們要自己回來都不行 其實他們回來也是要接受一樣的隔離、檢疫、檢查 什麼都要做 你們也是不准他回來 就是為了彰顯他跟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就一定要等到我們的飛機可以飛 等到我們家 就像綁匪嘛 那現在早上徐部長還要求說他們去跟那個中國的政府講 去跟中國政府反應 就好像是被綁架的人子叫他去跟那個綁匪講說 你一定要讓我們坐我們家的車回來 不要讓你綁匪給我送回來 這個例子像不像啊 不能這樣講 為什麼 防疫真的是萬事莫非一起 我沒有說讓他們隨便回來 回來也是要經過檢疫 也要經過隔離 一定要經過一採、二採、三採 為什麼一定要 就是為了彰顯他跟我是一家人 所以就不准他現在回來 現在已經從第一班包機到現在已經有超過14天了嘛 所以如果真的發病也發病了 為什麼要達成專機 就是因為我們也要同時考慮 如果達成同一個班機 其他乘客的安危 我們也必須要一併去考量 那所以如果從廈門搭乘飛機回來的人就沒有這樣的危險是不是 所以他們從廈門回來的人就不需要去隔離 你不需要去檢疫嗎 也是需要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從武漢的 也不能依照這個程序呢 因為他這個是最大的疫情 因為他住在武漢 因為住在武漢 他那個疫情是最嚴重的一個地方 對